欢迎收听音乐Stand up 我是英志远 自认已经过气的音乐老师 大家好 我是沈梓杰 一位很怕过气 现在还死巴整舞台不放的现役音乐家 好 今天又来 对 老师你麦克风没有开 好 我们今天开始 对 要继续来介绍音乐 好 今天轮到我了 对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上一次听 这个介绍 大家感觉 怎么样 对 我希望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跟我分享 那我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去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说把音乐视觉化 是一个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会尽量努力的把我的想象 都再更细致一点 对 再更 而且很有结构的 把它给叙述出来 对 对 这种感觉 所以我今天要来讲 我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画面 对 我觉得是一个 等一下 我差点要把曲子讲出来 不行 不能讲 不能讲 要克制一下 要克制一下 OK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女生 OK 好 女生 对 女性 不是年轻的女性 是一位大概 所谓的亲手女 亲手女 也不是老 不老 他不是老 他有点要熟了 但他还有一点清纯 还稍微有一点 对 月末落在30上 30-35左右左右的女性 连这个年纪都讲得这么清楚 对 音乐可以让你连年纪都这么清楚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可能不一定是 但是因为 很好啊 你的感觉是这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 然后 他身处在一个 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 是一个舞会的空间 舞会 嗯 对 他在参加一个舞会 他在参加一个舞会 那台上舞台 中间的舞池 它是一个 中间有一个舞池 然后舞池的灯光 有蓝色 有橘色 有红色 各种的灯光 可是 他很显然的 他好像 是不小心走进去 这个舞会的 他不是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怎么会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 这个舞会当中 所以他其实有点像是 像局外人的感觉 是的 但他其实也对前面 在发生的事情 很有兴趣 因为在舞池上面 有人在跳舞 他也很有兴趣 他就靠近 慢慢地靠近 靠近 他突然碰到了 舞池旁边的 第一位男生 碰到了之后 他就被抓起来跳舞了 对 没想到碰到这个 这个男士 就很快就 带着他跳了 对 他几乎也没有 没有思考的空间 对 但当他在 当他在 一步一步地走向舞池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点 不太知道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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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走到了舞池旁边 然后不小心踏进去舞池之后 就被抓去跳舞了 就被抓去跳舞了 对 就开始旋转了起来 这样子 然后转转转转转 上面的就是跳舞 要把他甩出去的那种感觉的 之后 他突然被另外一个男生 接起来继续跳舞了 对 然后他继续在 在这个舞池 在打转 他可能本来从这个角落 被转到了另外一个角落去 可是他的感觉 依旧是一个 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干嘛 对 有一眼 对 局外人 对 我到底是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又 又过来了 可是他一直有旋转的 对 被人家带着走 对 被带着走 是舞蹈的 对 他有一点感觉到 好像蛮有趣的 对 然后在一个瞬间 他又被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又被抛出去 对 又被抛出去了 然后这一次呢 他们那个舞伴 把他往舞池中间带 刚刚都还是在外围围绕着 然后这次他把他往中间带 然后最后 他把他让他下摇 下摇 对 就是往后 对 往后 很美的 一个停的 停顿的一个pose 这样 下腰 一拉回来 怎么样 他又转到了另外一边去了 对 这是武侠小说吧 是跳舞 是舞会 是舞会 对啦 也是舞会跟舞侠小说 不同一个舞会 对 不同舞啦 对 不是那个舞会 不是比武的那个 但是是 是跳舞的舞会 对 他参加的是跳舞的舞会 但每一次的旋转 你都会感觉到 他的那个幅度越来越大 他的裙摆 荡得越来越高 是的 他转圈转得越来越顺 是 对 然后他继续转 继续转 继续转 然后有那个慢 所以我说的那个 停顿的那个感觉 就停顿的感觉 像是他 突然 下腰 下腰 嗯 然后又转回来 又拉回来 然后又继续转 又继续转 又继续转这样子 然后他突然就 嗯 转完一圈之后 他又 他甩出了 把他 转圈圈 转圈圈 他转出了舞池 他出去了 他离开了舞池之后 他又变成了一个局外人 好 这个想象很棒 对 他又变成局外人了 然后 他就看着舞池上面 在发生的这一切 对 然后后来他发现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是他的一场梦而已 是 就他的一个梦 对 他在梦里面 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醒来之后就 刚刚那个是一个 是一个美妙的梦 这样子 结束 其实我非常喜欢 在我的编过的过去编的故事里面 常常也是有梦 因为古典音乐里面醒过来的东西很多 嗯 你知道 对 那有时候是一首很美妙的 很神奇的发生 最好你把它形成 形容成一个梦 其实我觉得对 对 就是 但是 这个短 又是一首小评 我觉得我 一开始好像不能够 一下子挑战太大的曲子 我觉得这样子超好的 这个东西 就是要这样子做 就是因为你在描写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那个体态 对 然后你觉得它里面 哎 怎么会这样 哎 怎么突然被拉开 然后它跳 哎 越跳 好像越顺 它跳的弧度越来越大 它好像觉得 哎 它更放松更自然 然后哎 有一刻它竟然停下来 它被吓药了 可是那个力量 把它再重新拉起来 对 又有一个新的力量把它推到 好像这个东西呢 它就带着 我认为就是带着美学 你也可以说它 像是一个人 在写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灰洒的一个毛草书 它也在写 好像在写东西的 对 它也像跳 它也可以像音乐 钢琴的声音 我觉得它就有 比较有 比较能够让你有 多方面的联想 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有养分 因为你刚刚讲的东西就 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说它比较是 声音里面的元素 其实我们喜欢看一个人跳舞 对 其实也是喜欢看 他的那种 肢体 肢体上的挥洒的那种 很游刃有余的感觉 对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 神态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姿态都非常的巧妙 那 后来 确实是一场梦 因为 其实我们听音乐呢 也要有一点这个感觉 因为音乐给我们的东西 是有点 离现实的确是有点 遥远 对 所以常常我的学生 哇 上完课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感觉说 梦醒了 好像就是看一部电影 或者是看一出戏 然后一个 然后你会觉得 又可以回到现实 而这两个之间 是互相可以 滋养的 对不对 你回到现实 你不会觉得说 哎 好空虚哦 或者说你在梦的当中 你会觉得 现实对你来讲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会 你在欣赏音乐 或者是 虽然好像 有点像在梦境 可是其实你也是 用很多生命的经验 去帮助你去体会 所以现实对我们的梦境 是有帮助的 对 然后如果这个梦 又是一个很好的梦 你那个开心的 开心的感觉 会延续到你醒来之后 而且 它就会成为你的 大脑里面的一个 它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 怎么讲 就我们的一个 珍藏 我们的一个收藏 对 其实你知道 有时候你一个好的想象 比如上次你讲的那个想象 就它到了 起码很深的 它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 对 哇 它觉得 有太多美好的东西 点点醉醉的 在它四周发生 然后它觉得 它来这边一定有个目的 对 就后来它静下来才觉得 对 跟自己相处 对 就是一个目的 像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成为你的收藏 甚至也变成别人的收藏 就是人发现这些 原来 我所探索的东西 就是一个 能够好好跟自己相处的 那种感觉 对 这就是我 所有的探索里面 最好的收获 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我觉得这句话就超棒的 它就哲学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 它就有一个过程 对 反正它来到这个舞池 结果它 它所经历的这个舞蹈的状态 大概有三次 不同的层次 对不对 那最后它 又被摔出去了 对 这一次它就没回来了 对 它没回来了 没有回来以后 它 后来发现 当它醒来的时候 那个 刚才根本是真的 对 很像真的一样 原来那是一个梦 可是 天哪 它已经成为 现实生活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 虽然它本来只是一场梦 对 赞 对 这就是我今天要 这是一个小品 小品 小小品 我非常鼓励我的学生 因为你知道吗 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正在开发你自己 对 因为你知道人家说 哎呀它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其实你也要拥有第三把刷子 假如说你刷子越多 其实当然越好 但是一个人一辈子 很难有很多刷子 对 假如你今天有 不理解采妆是有很多刷子 假如你 我们那边不是那个刷子 也不是马桶的那个刷子 但是你的作品是你的刷子 对不对 你今天当一个爸爸 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刷子 你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你孩子长大的这十几年 我刚才到了国中以后 我可以告诉你 你那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你要变成对他开始 爸爸你不要跟着我好不好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说 当爸爸这件事情的时间不多 但是它会成为一把很好的刷子 因为以后几乎是你要了解很多 因为亲情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主题之一 那是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宝贝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器 好那现在就说 因为我觉得你很会讲故事 你也很会 你这一点就很厉害 你刚刚说是一个小品 对 就你那小品 讲我好不好几分钟 可林已经讲十几分钟了 对不对 对 对 对好 这就是这样子 那个讲故事是一种艺术 我觉得是 就是当你开始构思之后 对 就发现 这里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对 那你就去修正一下 修正 对不对 所以你讲故事 人家说 老师为什么你讲第一月章是用 老师你的讲第一月章是用这个方式讲 我说其实我可以用五个方式讲 对 但是我选择其中一个方式讲 是因为这样子 他到第二月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讲 会合理 会合理 对 懂不懂 那也许就是说 到第二章到第三月章 就最后我们选择一种方式 并不是说他一定要用这个方式 可是他容易产生一种逻辑性 他比较好讲 对 故事容易讲过去 对 所以你刚刚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这样的形容 你会 这样的形容 你会觉得整个有一个完整性 就容易这样子形容 你选择词汇的时候 对 都会更有力量 大家听了觉得前后是统一的 不要听了莫名其妙的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你现在能懂 我说我每次介绍音乐 我是 也是绞尽脑汁 要绞尽脑汁 真的要绞尽脑汁 要用什么样的词汇 用什么样的人物讲会比较好一点 对 对不对 有的时候人家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用 一个女生 而且是像一个 像一个仙子的女孩子 我说因为她的那种音乐里面的一些跳跃的感觉 飞跃的感觉 对 太不寻常了 然后又太喜悦 然后太自由了 对 老女人不会有的 对 所以最后你就用一个 最后说像一个精灵的小女生 对 那 好 你现在讲的是一个 清熟的女孩子 对 清熟 就是说大概就是 对 她不是那么的成熟 对 但还是有点女孩子的气息 对 还有 没错 因为她如果是 我觉得她如果设定是在很成熟的话 她不会被抓起来跳舞 对 她就不 因为被抓起来抛出去 对 显然她里面的 她还是一个 就是说 在心理上她还是一个 有一个怎么讲 她还是有一种 生嫩的东西 对 她不能够自我掌握 没错 所以她会被影响 对 被很多人最旁边的那时候 会被影响 对 所以她就 对 然后就有人太沉着了 对 她也不会有一开始 那个 我到底要不要走靠近舞池 去看这件事情 对 对 如果太成熟的女性 我没有特别意思 但是 如果比较成熟的女性 她可能就会一直旁观这件事情 对 她不会成为 她不会有点 我要不要走过去看一下 我要不要走靠近 所以我当初在设定 这也不是年轻 小女生会去做的事情 因为小女生 不会犹豫 对 她只要遇到她好奇的事情 她就过去了 对 我女儿就是这样 对 她只要好奇 她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介于一个中间的 所以你在选择人物 她年纪的时候 你就开始认真的思考 怎么样让你的文字 能够契合你所听到的内容 对 那这个在选择文字的时候 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文学的价值就是说 把那个很难捕捉的那种情境 用文字去捕捉 假如用两个字捕捉不了 我们就用甚至是几句话 或者一些人物的形容 对 来让大家能够有这个想象 所以文学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这样慢慢地产生 对 我可能没办法用两三个字 真的很厉害的那些人 他们真的可以用很精简的文字 就可以表达 言简意该 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 你现在还需要多一点 对 我还需要多一点辅助 我需要多一点的细节 对 例如说 就是我刚刚说的台上面的灯光 是的 有各种颜色 对 各种颜色 所以这个是我来界定 这首曲子的风格的一个 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来表达 接下来的这个风格 很明显的 这首曲子是一首舞曲 是 因为它是一个舞会 但是舞曲有分这么多种 从古至今有这么多种的舞曲 要怎么样 是很多很多颜色的 而且是很鲜艳的颜色的 它就会有 时代上面会有一些差别 我是这样子想的 它就不可以只是钢琴了 对 它最好要有几种不同的乐器 它有几种不同的乐器 闪亮的感觉 没错 因为长笛的亮的感觉 跟树笛的 其实是不一样 对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以前的 例如说 巴哈也写了很多舞曲 但巴哈的舞曲 就不会有这么多 有颜色的灯光 你就不会在那边 听到这么多颜色的灯光 对 所以 这就是我来 一直要告诉我自己 对 我接下来要形容的 这个时代感 是什么 是 再要放在故事里面 才能让大家 稍微 从这里 蛛丝马迹 再得到多一点点 你在听觉上面 你会得到比较多的享受 我觉得实现 很像在看 那种什么 我其实也很喜欢看一个影集 叫福尔摩斯 我没办法看书 因为文字太多了 我就看 其实我是跟你一样的人 对 我文字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最好要有 各方面的讯息 一起给我 对 然后文字只是里面的 一部分而已 那这样就很好 那有些人可以只看书 几天几夜就把一个 大学给看完了 对对 哇 那个太辛苦 我完全没有办法 我看几 五分钟后 我就觉得我完全失焦了 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 所以那老师 你有看 你有看过金庸吗 我告诉你 我看过一个陆顶记 超长吧 我花了几个月 比看《红楼梦》还好 对 人家说 哈 老师 看金庸小说 你就是要有那种速度感 有时候他们就几天 把他磕完一大半 对对对 他说你就是要看 他说你就 我说我光是看他飞那段 我看五六遍 还是看不到 他怎么飞出去 他说脚好像 你才飞出去 头飞出去 他是脚先飞出去 就是那武功之厉害的人 飞出去的时候 可以从那个窗 一个很小的破洞 就是他从脚先飞 我想到老板先飞 没办法想象 但是现在电影就可以拍出来 对 电影还可以慢动作 这样出去 对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 其实我就太认真了 是因为太认真的关系 因为武侠小说就是 你眼睛看大致上就过去 对 你一定要享受一定的速度感 就是说你看武侠小说 想把它拿来念这个 这个古文官职的方式 那就大错特 就完蛋了 他需要用快速的想象 那你不要太 拘泥于 一字一句 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 他的雕花 雕什么花 树长的是什么树 不要去想这些 他讲成怀树柳树 都是树 你不要去想 怀树长什么样 柳树长什么样 对不对 他的瓶子是长什么样 什么双耳瓶 什么单耳瓶 什么把手 我都会去看 这是什么 他在讲什么 青花瓷 然后下面有印象 我稍微要认真一点 我就 天哪 我那个 户里只看了几个月 我还没看完 后来 勉强把它看完 我只知道 他好像有跟几个女的 曾经睡在同一座床上 盖同一个被子 除了这一段 我还稍微记得 其他我差不多忘光了 还有 反正我就是看了 我就觉得 是 被被被 公斑斑斑 就是 我几乎没有得到 那个应该给我的乐趣 我觉得我没有得到 我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看 但如果看成电影呢 是不是就好多了 那好太多 对 我一个电影 知道他画面拍得好 我就反部地咀嚼 那个感觉 对 而且你还可以从 电影的各个细节 去窥探一些东西 我宁愿他电影 把这个小说 裁掉只剩下1% 但是拍得 非常的精致 从这个 1%的内容里面 却可以看到 所有人物个性的特征 对 那我 我就喜欢看电影 所以我是需要 比较多方面的演技 他的画面 他的布景 等等 他的演员的长相 对我来讲都很重要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属于视觉类的 我完全不是属于文字型的人 好 那么我要来揭晓 我今天讲的是什么曲子了 一样 我打赌你没有听过 对啊 要不我们先 先听是不是 我们先在电脑上听一下好不好 好啊 我放给你听 OK好 你先讲什么曲子 好 这首曲子是 Piazzola所写的 天使的舞会 是的 天使的舞会 对 天使的舞会 Milonga的Angel 那是什么文 西班牙文 阿根廷讲的是西文 对 没错 好 所以 这首曲子在 很多 很多人很多人 有不同的演奏 甚至我自己也演奏 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曲子 我自己也演奏过 所以他非常有感觉 对 好 那有很多人在演奏 那你刚刚 我们刚刚有看这个电脑上 从电脑上看到 是1984年 对 由Piazzola本人演奏 对 Piazzola本人演奏的 超好的 我真的 我才知道 Piazzola长那个样子 他这个演奏 是他63岁的现场演奏 对 然后里面你的乐器 有很多 除了他以外 还有小力琴 小力琴 对 钢琴 然后double bass 然后一个吉他 吉他嘛 对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演奏 对 那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 对 所以我蛮开心的 原来Piazzola长这个样 对 那就是他63岁 他好像是1990几年过世 92 1992 所以他和我70岁 对 70岁左右 好 那我刚刚不满讲 就是整个音乐给我的感觉 跟我 你告诉我的想象 有一个比较不同的 我觉得里面都有一种醉的感觉 有一种昏盲在 醉梦中的感觉 嗯 然后他的那个 你讲舞会的那种 他有一点舞会 是有一点那个感觉 但是 那个 那个 舞蹈的那个感觉 我比较没有 哦 OK 对 因为我 你跟我讲舞蹈 我会想到 你以为是三拍子了 对不对 我会想到这样 可是他全 他里面 可能你的想象就是 也许他那个舞蹈 不是我们今天讲 我想象的那种舞蹈 就是说 有非常多的那个动作 你在想象之后 这个舞蹈 里面这个女主角 他 你说他被抛出去 对 这个动作其实也都 假如从这个音乐上来听的话 他这个动作 还算是蛮缓慢 缓慢的 不是很激烈的感觉 不是很激烈的 整个音乐其实是很梦幻的 有一点梦 有一点 我觉得比我喝酒还容易醉 我刚刚听一听 我今天差一点就睡着了 然后真的像在醉梦中的感觉 然后 我觉得这个音乐是 他反映了 尤其是里面那个小狸琴 他自己写的 就这个小狸琴部分 是比较说自己写的 所以这是原版的演奏 不是星光家改变 不不不 太好了 那个小狸琴其实拉得非常好 虽然他不是我们 学院派的拉法 他拉到一些地方的时候 好像 甚至我觉得有点醉深梦 他的嘴巴就突然这样 对 然后他的小狸琴 算是拉得相当的稳 所谓的稳就是说 他的表情不是我们的 古典拉小狸琴 古典的小狸方式 但他的运功 他有时候突然到一个高音 完全没有抖音 然后好慢的运功 好像时间在那地方停下 停滞了 对 其实那个都是 这些老乐手 他们真的是很 他们的一生都在演奏这些东西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其实像我们如果是自己 我们要来改编 皮亚索拉的音乐 那我们就会有时候 必须要演奏的是 小狸琴的POP 对 因为那个手风琴 不一定是 一直都是主旋律 其实 对 所以你们有改编这个曲子 有 有改编过 那这个小狸琴不好拉 你找那个学院派的人来拉 完蛋 反而会很不好听 对 他里面有很多的 我们讲小狸琴的 滑音 对 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难做 而且那个滑音 真的 你不可以滑得很油 可是他的确是 的确是那种都市生活中的 有时候的一种心理的 反射 就是 偶尔 被你这样做 好像 对 对 对 这种感觉 就是他里面有生命的一些叹息 对 在里面 所以听了以后就觉得 他的高音也不可以 因为我有听过 就是学院派的人拉这个 那个抖音 他的高音就 啪 就到了那个高音 在这个曲子里面 真的不能够讲 他的高音不可以直接倒 他必须要稍微 上去这种感觉 你才会有 上去的这种感觉 对 就像你这样说的 就很多撞声词的那种感觉 对 他有点是那个 对 他要有点体态 对 有点神情 譬如说 突然之间扬眉一下 或者突然之间 揍一下眉头 或者 就是他其实是一种神态的 对 的一种模仿 我自己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 我都要很 就是一直去模仿这个滑音 因为我觉得滑音这个是 是要演奏对位的一个 对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可是 很难啊 我觉得这种 因为在小滴音上面 你只要手稍微 是不是手稍微动一下 我们甚至就是说 譬如说 我现在要按20的一个音 我先把它按低一点 可是按下去那一刹那 回来 滑上去 对 比它该出现的那个时间 稍微晚那么一点点 对 对 这样子 就蛮有味道 可是主要的还是说在 就是 你不能只是这样拉 整个人跟乐团要配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这五个人 还六个人 他们太厉害了 他们根本就来到一个梦境 我觉得这几个人 全部来到一个梦的世界 对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演奏一结束以后 整个全场 欢声雷动 对 我好希望 我其实好喜欢听 这种Tango音乐的现场 我只要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刚刚跟你说我在巴黎 我第一年去的时候 我很喜欢逛唱片行 是的 然后我有一次就去买了 一张Piazzolla精选 十二片CD 都是Piazzolla自己演奏的 对 他自己演奏的 自己演奏 然后应该就是这个组合 因为我买的那个 都是现场录音 搞不好就是这 你今天把我们联系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说就是Piazzolla自己 和他的 长期的一起合作的那些 战友 他们的版本 对 那你们就看到 那个小提琴家 我刚刚是一直在注意 那个小提琴家 怎么去演奏 我觉得好有意思 那Double Bass 我就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版本 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的 反而是钢琴 不是太 太多 对 太多细分 对 然后像其他 我觉得有些曲子 我觉得他 Piazzolla在写这种 所谓的 他们的Tango五重奏的时候 是的 他也算是有一点 在分配 就是 我接下来要 因为有些 Tango的曲子的时候 你会听到 钢琴的细分很多 他甚至会有一段 钢琴的solo 然后有时候 他会让电吉他 去做那个主旋律 当他需要 强烈一点的主题的时候 他就会派给电吉他去做 对 那 Double Bass 一开始都是没有的 这首曲子 一开始是没有Double Bass 所以对我来说 我说一开始 他进去舞池的那个插纳 就是Double Bass 进来的那个插纳 砰砰的那种感觉 砰砰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 稍微听听看 对 那 这首曲子不是 像老师说的 不是大家熟知的那种 所谓的三派子的舞曲 这是一首Milonga Milonga 也是一种舞曲的意思 在戏文里面 也是一种舞曲 对 所以Tango的舞会 这首曲子是我 我在 好几年前很喜欢演奏 我那个时候 我的阿公 正好过世了 的那段时间 我其实都觉得 这首音乐 有点抚慰你 对 有点抚慰我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 梦寐之间 跟阿公 有点深会 我觉得有一点 这种感觉就是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这种感觉 我每次 每每在演奏的时候 真的都像是 在营造一个梦境的感觉 这个的确是我 没有的听觉经验 梦境的 不是 我就不会听Tango 我从年轻到现在 没有听Tango 我可以听 但是不会 Tango不是 不会是你 我不会 对对对 我是用别的音乐 去把我带到那个神境的 对 那你要跟阿公 有一个感觉上 有一个可以相处 对你来讲 像这样的Tango 对 反而可以 对不对 假如你今天听 贝多芬第九号 就像去第二月之后 你能跟阿公在一起吗 可能不行 一起爬山吗 对 可能不行 所以每一个人生命经验 有你自己要 要自己寻找 对 让你的经验 变得比较圆满的东西 没错 Tango对你 显然对你是 很有意义的 没错 对其实我还蛮喜欢 对对 所以Tango对我来讲 不至于有这个 没有像你这样的东西 但对你来讲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个你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听 对 那接下来我 给我时间的话 我就要讲 对 一个贝多芬 不是贝多芬 是这个 不不不不 对 舒适的故事 不可以讲曲子 对 但是我舒适的故事 用太多不同的作曲家 也是 对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 Piazzola的 对 他叫做 对不起 什么的舞会 天使的舞会 对 天使的舞会 那你要帮我们连结 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Piazzola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那么有名的演奏 音乐家 作曲家 他自己演奏他的作品 对 我觉得这写出来 要能够自己演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作曲家写完 发现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演奏的 然后就会写到 搞到那些演奏家 怎么写成这样子 这种 对Piazzola没有这问题 就是反正我就是写了 我自己可以演奏 然后我们看看他怎么去演奏 他的那个手风琴 非常棒 对 那风琴非常的好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不要忘记 记得订阅 然后收听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听 然后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系列 我们全部都会是先讲故事 然后再分享音乐 再听音乐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介绍的方式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知道 这节你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然后不用特别 你也可以留言 对 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 有意见就跟我说 对 对 你听完这首音乐之后 你有什么感觉 也都欢迎跟我们说 好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